大家好 我是李大 真的是特别不想上 本来那定的主咖是刘国梁 刘国梁有什么好吐槽的 朋友们 刘国梁是我跟我爸唯一的共同语言 过年回家就聊三件事 工作 催婚 刘国梁 俩人在那半天没话说 我爸就过来要不聊会刘国梁 我爸就问我 我说儿子你说刘国梁最近为啥就把工作给换了呢 也看不见了 为啥 我说爸这个问题 我哪知道为啥 你别说你问我 你问刘国梁他都不一定知道为啥 刚问了 确实是不知道 就很难吐槽嘛 然后就跟导演组商量说 你换一个主咖 换了潘岳明 潘岳明是我跟我妈唯一的共同语言 这个特节目 成心想毁掉我内蒙第一孝子的美名 我跟我妈都特别喜欢潘岳明 我妈就一直想有一个潘岳明这样的儿子 而我有种希望我妈梦想成真 我儿李旦没有存在的必要 世界上要是有两个潘岳明都好 那样的话我们就拥有个四个潘岳明 潘岳明真的是十分优秀 我觉得但凡要点脸的人 都不会拿自己跟潘岳明相提并论 但凡要点脸 真的这两个人都是很难吐槽 所以我们邀请了剩下这些嘉宾 都是来救场的 宋方金 这名一提你就不认识 这编剧 知名编剧 这个编剧生涯最大的成就呢 是剧本让宋丹丹给改了 然后俩人在微博上吵架 好多年前 据说那个剧本本来特别好 被宋丹丹给改弯了 就是难以想象 要是当年那个剧本 宋丹丹没有改 那到今天又有谁会认识你 这个就是戏无人生 宋丹丹不光能改你的戏 还改变了你的人生 试一下娱乐圈就是这样 很残酷 他就是 但是我很欣赏他 就是反抄袭啊 编剧维权啊 这都不重要 我最欣赏他 就是他年轻时候跟我一样 是个诗 真的真的 他自己说 自己年轻时候气质像朴树 可能不是那个朴树啊 就是普普通通一棵树 可能不是那个 你还像朴树 我就这么说 如果你跟朴树 两个人同时站到这个鲁迅先生家门口 可能会得到这样的评价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一棵是朴树 另一棵我想砍的 我周树人都没有你这样的树 所以就是魏大勋啊 魏大勋 感觉现在好像是个综艺就是魏大勋 对吧 非常出色的演员 这个娱乐圈是有共识的 一个综艺绝对不可以没有魏大勋 一部戏却可以 最好不要有 但是魏大勋在这个小鲜肉也算是演技不错的吧 真的真的 比他就是演技更差的那些小鲜肉啊 我们就挺不起了 这个国际很古怪啊 但是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演技就是不上不下很尴尬 要不你就趁早放弃 趁着年轻多转感年前 不要再提高演技了 现在还好多人都像魏大勋是演员啊 也不演戏了 就天天上综艺 为什么呢 因为演戏需要演技吧 综艺啥都不需要 命好就行 我以前要这么说 肯定有很多人 马上里的酸葡萄 但是现在我本人也上了不少综艺 我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们 我啥都不会 就是命好 就是命好 今天这个魏大勋可能回痛定思痛就好像演戏了 各大节目组空出来的那些机会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书唱 书唱是好演员 演员诞生什么 但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他的名字 你们知道他他爸他妈都不姓书吗 他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很怪啊 就生他那年一直下大雪 他出生当天天空放晴令人心情舒畅 就起名舒畅 真是你说还有这么起名呢 那我就不应该叫李淡 是吧 我就那个我就应该叫非常不好 真的 就是生我那天我妈一看 不是潘月明 心情非常不好 潘月明这个之前有事业低谷 但人家从 从开始就很辉煌 刚也说了 合作一线女星 像范明明银幕初吻 就是给了潘月明 你说刚有人还说自己像潘月明 那范明明银幕初吻 咋不给你呢 你不是 但别放弃 别灰心 你坚持好吧 坚持 这个范明明的银幕自吻可能会给你 早上帮你不要乖 我张老师刚有一个说的还是很好的 这期确实是有点仓促 请来了这么无草可土的主咖 是吧 但是最奇怪的是他还就来了 事业确实低潮太久 事活就急 是吧 好不容易靠着白夜追凶 哎呀又火了 都很不适应 就是第一次机场有那个粉丝接机 经纪人吓坏了 你干什么的 你干什么的 粉丝接潘月明 经纪人开心高兴 哎呀 行啊 潘月明你可以啊 现在顾粉丝都不通过我了 人生确实是大起大落 我们现在看潘月明坐在那儿 很儒雅 很绅士 甚至带着一点慈祥 这个都是让生活打击出来的 我觉得潘月明最了不起的 不是说现在这么红 最了不起的是我 潘月明就孤简 哪怕再次又不红了 他也能扛过去 云淡风轻 这是真的男人 不过也没事 潘老师真有那一天也别担心 我妈说了 内蒙永远有你一个假 谢谢大家 我们来拿来李旦 太瘦了 李旦 怎么 范冰冰到我这就要自问的 我怎么就不像潘月明 我很努力地在保养 你知道吗 有什么用 但是潘月明也不保养 潘月明大家都知道 采访里有熬夜拍戏 有人送他两盒面膜 他退回去十盒 但是自从用了英术面膜 熬夜拍戏也不怕皮肤不好 关键是很方便 涂完也不用洗 所以潘月明现在就养成了涂面膜的习惯 同时也养成了不洗脸的好习惯 你注意一下你的措辞 你是个作家 怎么叫潘月明也养成了不洗脸的好习惯 我洗脸 怎么叫也不洗脸 看着像没洗